咱们今天来看一个版颜里面的非常简单的 但是非常有效的均衡插件 是它的Custom Series的Equalizer 大家好,我是Alex 版颜里面有很多插件其实说实话真的不错 它的表现形式给大家感觉好像每一个都像 手榜厅有点开玩笑的感觉 因为一个个都是小小的 不像好像其他厂家做的插件那么的个儿 好多的控制等等 但是音色上真的是相当不错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是它来自于它自己的Custom Series 就是它自己开发的这个均衡 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共有四段高频、中高、中低和低频 以及高低切就没了 我个人特别喜欢有局限性的插件 因为用起来不用太费脑子 基本上你就那么些选项 好听不好听就是它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高频10K、12K、15K 然后中频 然后中高2K、4K、7K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针对的好用的频点 然后400、600、800、60、100、200 我们就用这个音乐来调一些东西 我们听一听 然后它这个每个灯都是可以单独的开启 关闭的 你可以去对比它的区别 我们先来试一试 低切 咱们把它放在差不多很低的一个位置 高切 高切我先不动 这是60的提升 100 200 越接近200、300、400这个区域 我更倾向于切 而不是推 我把它放在60 400 这个地方呢 一般我去想的时候 我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400去切 一个是800去推 我们可以试一下 400切段是这样的声音 800推 800这个地方往往会有很多的能量 你推的时候 你明显觉得你声音整个中频 往前顶了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时候 不要推很多 如果你希望你的声音是那种 特别饱满 特别暖的那种声音的话 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 稍微增加一些 我把它在这个地方稍微减一点 接下来247 2K肯定是人声 尤其这个女声的声音 非常多的地方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把人声没有了 4K的话会把人声里面特别 有一点刺耳的声音带出来 当然这个跟每个人声的不一样 高频 当你在推这个10 12 15的时候呢 频点越低 你推的就应该越少 因为它会影响的范围很大 所以它会给你带来很多这种高频 如果你把它放在了15的话 你可以多推一些 它不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影响 但是会给你稍微增加一点 那很好听的那种高频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那种又好听的空气感 又暖的话 你就可以用高频多推一些 同时用高切把它切合一些 原来的 听起来的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简单好用 但是用起来感觉品质还是很好的一个插件 你会发现板岩的虚拟机架里面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的插件 看上去特别不切 但是真的很好用 所以如果你是板岩的包月什么用户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试 仔细的去看一看它这里面的插件 有很多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吧 那咱们今天这个均衡插件就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要上 拜拜